分享畫面 OK 看到樣子了 回來了 香港時間已經深夜三點鐘了 很久沒見了 東方三博士 之前我們也是上個星期見 今天剛剛好夏至 6月21日夏至 是啊 上次黃大仙說 你上次是否預言五月 五月打一號有洪災 水災周圍不斷管 這陣子真的應驗 但如果你說 水災這麼快 你可以預計 9月10月才是高峰期 即是今年 現在真的多災多難 多難輕幫 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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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大家說說 由6月21日到9月20日 應該是21、2日左右 接著這三個月 究竟中國和香港的運程會是怎樣 大家有看這個東方三博士的朋友都知道 就是說 第一當然我會透過夏至盤 去推究竟未來三個月的運程會是怎樣 當然在這次整個節目裡面 當然以往前一兩天都有些不同的傳媒都有問我 究竟未來三個月香港的運程會是怎樣 究竟經濟會怎樣 第二就是民生 第三就是社會氣氛如何 所以很多時候這些預測其實不是一些未來發生的事 其實這些其實已經是在發生的事 只不過就是怎樣透過星本裡面的一些特徵 去呈現現實的實際情況會是怎樣 當然我想去到過暑假了 因為其實今年的月食和日食就是9月 月食就是9月18日 日食就是10月4日 我想10月4日都有點敏感 因為10月1日就是中共見證的日子 所以其實我早在應該是1月的時候 就在一個沈旭暉的在那時候台灣 節目裡面也有說到不到9月都會有一些很大的變化 但是我想我去再整理過往幾年 我想由我抵達英國 然後慢慢開始透過一些中國運程的預測 這幾年我自己都有一些發現的 譬如我們一直都會想到就是說 究竟什麼時候真的會有一個很革命性 很震撼性的狀況發生呢 那當然可能這些 不多不少都是一些主觀的願望就是 說希望它發生這樣 那我回顧那兩年幾三年的情況 其實我更加我相信可能的形式 其實是一個不斷累積能量 不斷累積的一個差的狀況 但是有幾個預測呢 我相信在香港的朋友看著這個節目 我都相信你不會反對 也都很難反對的 第一不會有一個變回好改善 或者叫做翻轉頭的即場 第二樣的是現在這個狀況 其實什麼時候到臨界點 什麼時候真的有一些具體事件發生呢 其實不是單單就是說 預測某個日子會發生一件事 一個這樣的操作過程 其實很多時候就是靠地上面的朋友 地上面的手足 地上面的人 他們可能一年之 不要叫之差幾 一個念頭 跟著其實就好像八支革命 那個事件發生一樣這樣的狀況 那所以我想時事或者時事之間生學 預測最難的一件事就是 如果我們不斷追求或者要求要預測 會不會什麼時候革命啊 什麼時候會打仗啊 什麼時候會打仗啊 什麼時候會是倒台 中共倒台或者港共倒台 似乎我慢慢不是太偏向用這個模式 或者這樣的一個設立點去說 接著會發生什麼事 更加說的是一些趨勢性的東西 一些其實是一些發展 或者甚至是一些 譬如說你看這次那個本 我不知道有沒有分享到那個畫面給大家 那可能都要請曹總 啟動這個分享功能 我才能夠呈現這次下次本來的星本 讓大家看看 但是我更加強調一件事就是說 你作為局那個人 那有些人其實他的能力 或者他的位置 真的不夠真是一個經歷者的角色 但是會不會在那個局面裏面 有一些人 其實有意無意之間 他做了一個行動者的角色 或者甚至做了一個推動者的角色 而他可能在那一刻不知道 但實際上我看回一會之後 他真的在發揮某些效能 或者某些作用 好了 那當然我要先開個花樓線 不好意思 不開花樓就分享不到 原來沒有開花樓的 那這件事都令到那個局勢 好像緊張了 會不會呢 是不是有這個反應出來呢 當然如果大家朋友有看星期一 我已經寫了一個文字版 那這次我想是一個重點 再去將一些 現在正在發生的事情 或者可能未來會發生的一些趨勢 跟大家講過 那當然 因為這個其實我昨天就在一個 全球尖聲的一個網絡平台裏面 都做了一個報告 跟印度、土耳其和英國的一些尖聲家 去到大家各自講他自己國家的下支盤 那我就負責講香港和中國 所以你都會看到其實多一點準備 你會看到譬如 你要告訴一些外國朋友 特別他們不熟悉中國 現在中國是發生了什麼事 所以就選了一些重要的新聞 那譬如這個見不到就是中國 那個產出 你看到這個情況 雖然似乎好像是上升了 但是大家都會懷疑 就是究竟現在政權本身 用它國之力去再推所為生產力 究竟它還可以用到多久這一招呢 但是更加嚴重一件事就是整個房地產 如果大家有看這個節目 你都知道了 其實在新聞裡面都看到一些房地產 在中國現在狀況的一些部分 整個房地產似乎 又不給它死 但是其實已經死了 那其實是不是一個殭屍式 我只說是一個殭屍式的一個狀態存在 當然你如果看回這些數據 剛好幸運到 昨天早報的時候 你看到全部都呈一些跌的一些趨勢 或者甚至它升的那個升勢 但是其實已經 就算你說只是呈現這兩年的數據才算 但是你會看到其實那個數據本身 都是給人的一個印象 都是跌的了 就算升也不會升很多 或者那個升勢 沒有一個持續性在那裡 那當然我們都有說回香港的情況 那這一句都是來自一份英文報章裡面 的一個片段介紹 過程裡面我都跟這些 可能我裡面的朋友都有去過香港的 四、五年前 我就說回銅鑼灣的情況 那可能你以前去銅鑼灣 燈火通明啊 夜繽紛啊 現在基本上就是很多死場 就正如在這張照片這樣 那這裡我經常都會走的 因為通常你走去時代廣場 一定會經過這個地方 特別可能我走完這個 蘋果專賣店 然後想著走去時代廣場 一定會經驗到 那如果那些朋友喜歡吃 一些口蜜蜜的話 你會看到邀鳳 但是你會看到周圍的店 基本上都已經 就是塵封了一段頗長時間 那些 一些地產商的一些廣告牌 已經連到 哇這個真的是旺舖來的 是旺舖來的 這個轉國不是邀鳳 旁邊已經是時間 這裏是利敦道來的 不是 銅鑼灣 銅鑼灣 你看到慈記嗎 有間慈記 看到少許位慈記 這裏是 這裏可能全市 租是過百萬 你在往的時候 現在當然不行 可能不止一百萬 一個月 但是你問我 其實我走之前 當然我走之前 因為疫情 疫情有一個非常態 都起碼會放一些 賣十元 一百元三件 那些 口罩店那些 口罩店那些 但現在都 這一張照片 你看到那個黃金地段 和現在這個破壞 呈現狀況 香港經濟 其實已經 若然指上 那當然 我看回中國和香港的 那個星盤 如果用一般人的術語 其實 在中國和香港 基本上 他們面對的情況 面對的問題 面對的困境 其實完全是一樣的 因為你會看到 兩個星盤裏面 上升下降 天頂天底 他們的星座是一樣的 那他們十二個工位 就是每個工頭的星座都是一樣 那我們會說 中港 他們的運勢趨逃 這三個月 是特別明顯 那就是說 中國衰 香港衰 這個其實 完全 是符合植物人董建華 他還在生一個時候 說到香港好 中國好 那香港衰 中國衰 這也是順理成章的事 那當然可能 三位不知 特別會不會針對 現在香港的情況 會不會透過一些問題 我方便去將新聞裏面 一些特徵 或者一些相關的效能 和大家講一講 那這個是其他的做法 如果沒有的話 那其實你突然間 什麼都可以說 那我看看 新聞裏面有沒有相關的一些 觀察或者特徵 可以透過今次的節目裏面 和你們的一些觀察或者一些 那最近就 就是大學加學費 就是 說成三十年 二十七年都沒有加過學費 會連續三年加 就加到去 不知六萬 還是七萬 我忘記了 應該六萬 那這個是不是也反映到那個 這個 雲勢財 起碼在這個 政府公共財政的雲勢 方面 一些 一些端倪 通常我們看政府的公共財政 當然會看第二公的 如果看到第二公 你會看到一個巨蟹座 那巨蟹座呢 他的手複星叫做良 就是在第六公 那麼大陸公裡面 在這次的下誌本裡面 分別是有兩顆空星 是招待他的 第一顆空星就是土星 是和困難 缺乏 不足有關 而第一顆空星就是和傷痛 和受傷有關的可能性 那如果你說單純大學加學費 這一樣東西是講到公共財政 很明顯大學加學費 只不過是整個香港公共財政 面對困難的其中一個面向 因為其實坦白說你加大學費 第一他都明白不可以雙倍這樣加 第二樣東西你看到 當然其實那個加幅 坦白說其實就不是很高的 但是那些人最不信 就是說你國安維穩幾十億幾十億 這樣亂洗亂花 但是你竟然 失常失縮 還有失臨 失常 還有喪失 竟然是由這個香港的下一代 的學法裏面承擔 那這個也是其實在新聞裏面見到的 那當然剛才剛才說到 吳伯說到關於大陸 那其實我 我後來想到一件事 就是如果大家還知道現在港大的章場 和這個港大校董 之間有一個權力鬥爭 其實就是權力鬥爭 就是土共鬥海龜派 那其實在新聞裏面 你會見到在第一弓的水星 那水星是和溝通教有關 其實正正是和這個衝突 暴力有關的火星 是形成一個流上相位的 那因為正正 水星本身都是代表教育的 那你大學教育都是教育 那當然你可以找這個教育議題 那在教育議題裡面出現一些衝突 那這個也是一個大家 見到的一個實際例子 所以這個問法是問得很好的其實 那曹昌有沒有問題呢 我看新聞裏面 管治問題呢 管治問題 李家超的管治問題 有沒有可能出現危機呢 如果看新聞裏面 看管治看政府 當然是看太陽 那第一件事就是 因為正正這次太陽就在第一弓 那就是說其實第一弓意思就是 第一眼被人見到 第一眼被人見到的情況 那所以特別適合你7月就是這個7月 那如果第一眼被人見到的東西 那如果好東西就好東西 如果是混蛋就混蛋了 那所以我想在這三個月裡面 原來政府的一舉一動一憑一笑 放個屁 那其實都會很容易被人見到 那第二件事就是 說一下它管治方面 大家見到其實 在大白宮有顆明黃色 那水平狀 那其實是和太陽形成150度 因為150度其實是 令到政權不舒服的一個情況 那會不會其中一個可能性 就是說現在北京單局 對於大區政府現在各方面表現 除了國安之外 基本上全部都是很不滿意 或者覺得你香港其實是拖累著中共 拖累著中南海 拖累著習近平 成為一個負擔 甚至說到你大灣區 似乎現在好像是 究竟是香港要依賴大灣區 或者大灣區依賴香港 似乎香港要依賴大灣區 那你香港人不想消費 就不是依賴大灣區的 價廉物美的服務 和一些產品 來服務香港人 那所以我想這些情況 就算你說習近平比無論都好 但是我們都相信其中一個觀察就是 在中央任官員 他要以職效 其實你會見到如果有香港朋友 是屬中國國情 就算你說中國現在管治幾垃圾都好 其實官員本身都要跑職效的 就不是鄧炳強那樣 每天都當到那些癲狗亂塊 每天癲狗亂塊就可以蒙運過關 所以當然可能有些官員覺得 有些官員不覺得以為實政國安國的位置 都可以天天天癲狂亂塊就可以jour care 就不如胡亂外過關 但是你濺憑波又怎麼樣 你旅遊各方面又怎麽 所以其實你看回這個資本裏面 我相信 或者現在政府不喜歡人有什麽信息 可以告訴我 其實也不是說今天 因為這個下資本的特徵呈現出來的狀況 其實一直都是這樣的 就是成績表 交成績表 交成績 所以你看到現在是交造 其實交造也是一種要聘成績 就等於我以前教威靈頓 學生不敢不交課 我不交課他們就比學地獄 交本吉寶也有 裏面亂禁者也有 這樣的情況 就是這樣 公務員也是交人 要派人上去尋針職 這個進修課程 學習這個所謂的士大夫精神 不知是什麽 這個都是要一個交人 會不會都是考數 其實剛才說 吳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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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吳博 吳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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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博問過一件事情 現在大家辦事叫交數 交人 其實正在第十關裏面有可黃星 可黃星本身 其實總的意思就是 是說謊 隱瞞 欺騙 還有造假的 剛才也是跟太陽呢 因為你看到一個零度 一個二十九度 形成一個流暢上位的 再加上其實在這次星本裏面 太陽和關係有關的金星 和信息有關的水星也形成一個合適 所以正正現在基本上 特區政府 無論是建立關係 建立香港方面 都是一種 大家在互欺互騙 沒有明天的一個面向裏面 在這裏做事 我又有個問題 儘管有參與討論 好啊 自由亞洲電台前幾天有一宗 有一個新聞我覺得挺搞笑的 就是說 港府這邊 正常官設立了一個表揚榜 就是今年新設立的一個榮譽 但是呢 不適合金錢的獎勵 那哪一個機構來得到這個榮譽呢 就是那個反駁隊 這個 李超雖說一說得很棒 他說這幫人 藍永強這些就是我心目中的 特區的英雄是為事 不過就爭了爭了 但是問題就沒有獎金 那就是說其實呢 這件事情的做法就是 什麼東西呢 反映什麼東西呢 就是說香港這邊呢 就是有事情就給你做 但是去到最後的話 就是講兩句 跟著完全是沒有任何的實惠 沒有任何物質的獎勵 那就是說 只有夠做這個詞 那就是說其實呢 現在香港政府裏面 很多東西呢 都是 就是事情就要做 但是它不會有什麼獎勢給你 那這件事情呢 很影響到公務員的士氣 等於現在就是說 所有的公務員 或者是加薪3% 那就沒有再高級啊 低級那些資訓的了 其實這件事情 對於公務員那個的影響呢 非常之大 那一分鐘呢 那些大粒那些呢 都會覺得 哇 這些事情全部都是壓下來做完之後就算了 其實你沒有什麼獎勢給我的 長遠來說 其實這一壇事情 對於從我星本裡面來看的話 其實對於公務員的團結 或者各樣東西的話 有什麼影響呢 我們會說如果公務員本身都是政府一部份 那所以第一件事都會看太陽 那第二件事 我們都相信如果說公務員現在 他工作 我說工作 那會不會說公務員現在工作的那個氣氛氛圍 其實只不過是香港社會裏面 其中一個反應 就是說 現在整個公務員 工作 或者甚至是整個氛圍裏面 其實在不同行業 可能在社工 教育 或者甚至商界 或者甚至是一些組織 其實都是在發展著相同的情況 那這一段我會看大陸工 當然大陸工也是和工作上有關 那大陸工在這次裏面 你看到是一個天氣床 然後他所會升上大陸工 那似乎現在大家都很著緊的一件事 就是如果大陸工本身都是一種和權力鬥爭 和權力掠奪有關的步伐 而大陸工也是剛才剛才說過了 和這個太陽有150度和一個壓力上位 那第一 雖然你說現在的情況幾何壓力都好 那除非他自己走 那否則的話 那其實繼續這樣做下去 繼續這樣做下去 那但是同時間 其實如果你將整個盤 再從一個現實的情況 再去循生定位去解盤 有兩顆星 剛才說到的冥王 第二顆 這顆就是這個韓國 在香港現在基本上存在著一種 大家在那裡 剛才我們所說的 就是相當像是稍微做 弄虛作假 初陀歲月 亂做 自欺欺人 以為自己做了事 但同時亦都有一種是權力的鬥爭 或者體制上的一個崩壞、崩壞 或者甚至其實是一個 它過程中會製造一些恐懼 製造一些令它覺得好像失去任何東西的一個狀況 如果將這些形容詞 開闊回香港的情況 正正這些情況在香港各行各業 每一個人身上的工作身上 其實都可能是看到 甚至簡單來說 可能我只是罷工而已 我只是做茶餐廳 但是你發覺到原來沒有生意 然後店舖隨時收拾 你又很害怕老闆不出門給你 然後翌日上班 老闆不見了 店舖不見了 老闆不見了 即是被老闆欺騙 那就可黃昇了 家庭公司沒有了 不是 工作沒有了 就變成名黃昇了 所以你想想 如果我們在占商裡面說到 由在上而是在行亦然 在內如是在外亦然 其實一個做茶餐廳的伙計仔 和一個在政府總部上班的公務員 他面對問題本質是沒有分別的 是一樣的 好 有一個俗問 就是說什麼呢 你都知道現在有個外國主義教育工作小組 香港現在就有什麼差事都要移到外國主義教育裡面的 這件事已經不單止是教師的問題 而是過行過夜 包括如果我們現在還在香港的話 都要定時定後 都要上一些外國主義班 或者諸如此類 好了 現在最新的一個新聞就是 翻大陸打蛇骨就翻大陸打蛇骨 過路境就不關他的事的 好了 獨媒有一則新聞就是說 接下來的話 例如工聯會那些要搞這個盛事 都要加入這個外國主義元素 比如要請外國歌手 找張明曼來表演這個諸如此類 問題就是說 其實在一個外國的元素 這麼瘋狂的情況下 升盤裡面有什麼啟示給我們呢 就是這種外國浪潮 蓋過來香港的時候呢 還是出示位會在哪裏呢 剛才楊老師說到關於一些極端的思想 我們通常第一件事會看 就是跟天皇星有關 因為天皇星本身 當然一顆星裡面其實是說 你站在不同的時分 你會有不同的意思 但是其實它都是在發揮同樣的一些能量 比如我說天皇星 我可以說革命啊 動亂啊 也可以說是極端啊 或者是一些很偏激的一些能量 剛才說到愛國主義 正正就是一些很極端很偏激的能量 我們看回這次是十二公 十二公裡面 其實我有一次做尖星的時候 都加多了一顆小行星的 一顆我叫做一顆小行星 應該是大九五 大九五這一顆 ALG 這一顆行星呢 其實你會看到現在大家基本上 天皇星和大九五開始是有一個合上 因為他們通常我會計就是一度的容許讀 那就是說其實這一顆的跟極端啊 和編激有關的天皇星的能量 和一顆我們叫做戰爭啊 衝突啊 或者甚至一些刑罰有關的能量呢 其實是慢慢結合了的 那這個能量在十二公 在一個其實好像是韓人見不到 一般人見不到 但是其實是靜靜的 或者在一個 就是大家不知道 但是在一個暗角裡面出現的一個能量 那然後 你看到在這次的星本裡面呢 那如果你說有什麼星有上位 那似乎我會建議阿六 那就是和冥王和冥華有上位 製造了一些恐懼 製造了一些 一些令不做就會有很危險效果的一個 這種的氛圍 那所以就是和白同 所以我們都會說其實做這些這樣的事 背後都是一些因應權力的要求 因應權力的一個需要而做的一些這樣的事 那正正是因為大家會越做越瘋 那當然我們會說究竟 那在地的人還可以忍受 或者還可以承受這一種這麼壓抑 這麼變態 這麼扭曲的情況可以多久呢 那這個案子也是交給他們自己去決定 怎麼回應這一種這麼極端的變態 這麼扭曲的能量 那還有大家都有留意就是 第十二公就是金牛座 金牛座的守活星就是金星也是第一公的 那也跟政權的大人變得合相 所以其實都是一個政權由上而下 去做的一些大型的一些 政治運動可以這麼說 那就是當民革 那我就覺得有一種香港 雖然我們離開了香港那段時間 但是我們也有留意香港新聞 或者上一些社交媒體 但是你會發覺香港人好像有一種雜體的冷漠 我發覺 當然政府有政府去做他的政治宣傳 就是外國的運動 就是有什麼愛國教育小組 愛國主義教育的那些 campaign 但是你會發覺其實 一般香港市民好像 他沒有什麼理會 或者他是把生活的重心放回自己 私人的生活裡面 好像一個平衡時空 就是你有你去做 但是我又不會 當然我是不會反對你 也不敢反對你做的事情 但是我又做回自己的事情 或者這麼說 其實我想都三年了 我作為一個政府也要面對現實 就是說我繼續獲人的新衣 我就繼續獲人的新衣 我繼續每天獲牌獲牌 然後你向街那些人出來看 你不喜歡看就看 你不喜歡看就假裝看不到 其實可能就是一個 國人的新衣的狀況 所以其實可能政府也不太介意 有沒有人看看他拿去看 或者同樣道理都 政府也不會介意 有沒有人肯認可 所謂愛國教育 外國宣傳 或者外國的一些舉動 但是我就是這樣做 看看看看誰先 可能看看誰先 我覺得挺好的 這個國人的新衣 這個死皮黑國人的新衣 會不會有戰爭風險呢 會不會看到有些端危呢 戰爭 如果你說戰爭 你先說香港和中國 兩個本來是一樣的 我認為兩個本來是一樣的 我認為兩個本來是一樣的 我認為兩個本來本來 似乎又見不到一些很直接 和戰爭有關 因為我會說戰爭 我是看火星的 會看火星 火星金牛 那似乎金牛 金牛座並不是一個 你不像說八陽座 如果八陽座火星 我們會相信戰爭機會很大 但如果你說 落到金牛 一個相對而言是慢 相對而言是比較一個 但我當然會說其實金牛本來 因為這裡在座有金牛座 我會說已經很小心 那就是金牛本來其實 是一個很古致的生長 加上火星其實 反而會是比較偏向一種 是不容易去改變自己 身段、態度 或者一些行動的一個做法 但是因為火星金牛不是一個有利的位置 那你說如果戰爭可能 我會想會不會是反而去到雙子 或者甚至可能去到巨 因為其實火星很快 所以我想如果你說 我單看火星現在這樣的情況 戰爭機會不大 似乎又不是真的很大的 但是當然你剛才剛剛你說的戰爭 那當然前一兩天你會看到 中國和菲律賓有一些地區衝突 那雖然你會看到那個衝突 似乎每一個擴展擴展的跡象 但是難道不算因為正正 我剛才說到的 就是水星和火星太陽 也都其實是跟這個火星有一個 我想明尼是甚麼 明尼都是應該是水星 水星和火星有上位 因為大家到數問 所以其實是只有水星和火星 所以我想可能多數和相關的衝突 都是一些和合作和溝通有關 它不是一些可能對局勢很大影響的一個 一個變化狀況 這個其實就並不明顯 我們會說通常去到戰爭 我反而會多看那個國家 本身那個盤 它有沒有一個意圖想打 即是看不到的意圖 我看到意圖 但是未必是 看到意圖 看到意圖 但是是不是擴動很大 真的是一個 因為現在你說戰爭 那你究竟 你網絡的信息戰 認知戰 其實 那是不是算是一個戰爭已經在打 那這裡 就都可以有一個很學術性討論的 但是 如果你問我 似乎又不是我們想像的那種 就是俄污戰爭那個模式 就不是那種 OK 即是都是悶局 如果這樣看的話 挺悶的 其實我做完歌 只不過是很滿 即是本身又 你見不到上層建築 即是那個 即是你拳鬥都是萬聖的 都是一種鴨子蛙水下面進行 即是又見不到很悶的東西 對吧 即是經濟又繼續爛下去 那其實跟春分盤那個局都是差不多 所以其實我挺想 譬如說上次大家記得我應該說了第一個日食盆 那第一個日食盆都有些 有些幾個突破性的東西 特別是一些天然災害方面 那然後 因為我說10月4號也都有日食 那10月4號也近10月1號 那麼近這個中共見證 那當然 我這麼快說 都沒有人理會了 差不多去到觀察香港那時候才說 對吧 其實我們講日食之前 一定會講9月18日月食 因為日食月食本身 其實大家都是隔了半個月之後的日子 就是你月食就是15號 跟著是初日 那所以其實反而我會集中看就是說 我想就是去到放完暑假之後那個節目 就是9月中的月食 還有10月後的日食本身 怎樣影響到中 特別是中共 因為跟十一號有關的話 那那這個影響在哪裡呢 有多大呢 我反而我覺得是一個挺有興趣去看的現象 但是現在都很悶 所以可能跟著那幾個都是講一些名人館 講一些明星啊 政治人 可能下次 下次就要講一下新衛生 或者是 現在英國大選 英國大選 或者要看一下 柯斯德馬 就是他究竟 他的官運是如何 還不做得久 可不可以做了10年 嗯 是吧 反而我想看看工黨 工黨的領袖 今年是不是有 就是我用中國的傳統術數 會不會他搬錄 是比較好 結果他可以做到 就是新政府的搜索 我覺得可能會較為實際些去講那個故事 嗯 我想時間都差不多了 過了30多分鐘了 看看下一位是否有問題 好 就對 尤其是